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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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有現在匯款交易還有在驗證嗎? 當然要啊 現在詐騙這麼猖獗 每天廣播都看到有人被騙 對啊 我真心啊 希望政府能重視這個問題啊 台灣每年都在被騙好幾千億 辛辛苦苦賺的錢就被騙走 然後弄個速發部什麼的 然後詐騙還在黏增長 真的啊 我真希望 能重視一下啊 這些東西要一起 這些東西重點是這些東西要一起拍 就是你的身份證本質 要跟你們的聊天對話框跟遊戲角色一起拍 你要確定他是同時拿著這些東西 而且你還要看清楚 他是用PS 現在有些人還很賊 會用那個P的 LinePay比較有錢 LinePay也要驗憾 就是千萬不要抱持了什麼 僥倖的心態 因為 我就是我第一次被騙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抱持了僥倖的心態 然後都不驗證 然後怎樣 我第一次被騙就是這樣 我只能說我活該啊 啊被騙的錢 也基本上也是追不回來的啊 我可以跟你講啊 基本上不要想的 追也追不回來啦 啊就算抓到人 你的錢也回不來 然後他可能就繼續蹲個幾年 錢可能都被轉走了 所以要保護好自己啊 因為現階段的法律 並不能保護我們的開判 無律師會幫你 沒錯 這個遊戲 遊戲上我們還是要推銷一下 幫我那個 右下角的工傷爸爸推銷一下 這個如果您真的遇到的 這個一些法律上的糾紛 可以搜尋我們右下角的無律師啊 我覺得現階段就是 就是法律的制裁啊 懇處啊 就太輕了啊 就是沒有到嚇阻的效果 所以 就是要呼應大家 好不好 這個交易 真的太多太多詐騙了 一定要有這個 養成這個驗證的習慣 驗證真的要搞你沒辦法 所以啊 假設你真的驗證了 就真的有人 你做主人驗證 那其實你可以很快的 找到他 然後並且中斷金流 這個是最有效的 如果假設那些東西 你做的都是真的 那其實你可以 就很高的機率可以 阻擋那個金流 就如果你把它被騙了 然後打那165 其實是就可以阻斷那個金流了 所以你驗證就是要做仔細一點啊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驗證 比如說我要跟這個 A男 比如說我要轉帳給他嘛 我就要請他拍怎麼拍 身份證 然後呢 這個 那個要轉的布置 然後跟我們一起用的通訊軟體的對話 然後再加遊戲的視窗 然後可以的話呢 最好在交易前呢 看一下物品 交易欄看個物品 確認他是不是真的身上有東西 這四個東西一起拍 然後如果你要再更仔細一點呢 你可以要求他錄影 如果是看他的名字 跟那個他本人 那個布置上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再仔細一點 像Light Pay Light Pay你們知道 你轉一塊錢 是可以看到他名字嗎 所以Light Pay你可以用這樣 你可以先轉一塊錢 確認他這個 這個名字 是不是他真的身份證 那個名字之類的 所以Light Pay也是要驗證的 Light Pay也是要驗證的 因為你看啊 就是我買東西嘛 被騙嘛 然後我賣東西嘛 還收到賬款 我可以說是把你們會踩到的雷呢 都踩過一遍了 還有一個雷啊 就是85三方交易 那個講起來比較複雜一點 對還有亂轉帳 亂轉帳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人 就是我會跟他講說什麼 什麼時候交易之類的啊 然後他會說 你帳號先給我 我先轉帳 這種你們也要小心 這種什麼要跟你講說 你帳戶先給我 我先轉錢給你 晚點就要小心 這種也要小心啦 因為代表他那個金流一定不乾淨 最後一種 那個轉帳邀請喔 轉帳邀請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但我還是講好了 轉帳邀請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個轉帳跟 Line的那個轉帳邀請的資訊 其實他就只差 那個圖片其實就只差 轉帳邀請跟轉帳 啊 通常啊 我看到LivePay轉帳啊 我通常會再點進去LivePay那邊 的這個帳戶 那個名氣那邊看一下 有沒有進錢進來 然後再交易東西給他 你要LivePay呢 就是要再一次 而且先講 我不鼓勵賭博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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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一件事情 你在進行 獎池類的交易 最容易遇到 轉帳邀請 所以呢 我不管你們是買還是賣 你們如果有在賭博 或者是玩NV 反正盡量不要玩 因為你總不能去 那個打電話去跟警局講說 欸那個 我剛剛那個賣我的獎池 然後我被詐騙了一萬塊 阿獎池是甚麼 喔我帶風之谷賭博裡面賺的錢 阿警察就先抓你了 好 最後一種 最後一種 這個呢 這種詐騙呢是 也是最近新型的 就是他會跟你講說 我是甚麼香港人 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人 甚麼地球人 甚麼地心人 外星人 對不對 反正他會跟你講 我是甚麼拿你的人 之類的 然後呢跟你講 我不能用8591 可不可以用這個網站 跟我交易一下 這個網站 然後怎樣 買賣Gash之類的 然後你註冊就會發現 我們就講結論 他就是一個空投網站 然後可能真的會有交易的效果 看起來很專業的交易效果 但實際上他就是一個空投網站 就是你的錢喔 你看得到 但拿不回來 所以 領不出來 以上大概就是 你在風之谷有可能遇到的詐騙模式 不驗證是怎樣會被騙阿 驗證 這件事情 某方面來說 就是防止詐騙 阿如果這個人真的想騙你的話呢 其實你驗證再多也沒有用 你驗證能做的事情是甚麼 你拿到這些資料 然後如果你真的被騙了 那你就是可以 那個 快速去追查到這筆金流 那基本上呢 驗證阿 這個 很願意配合你剛剛那些驗證的阿 基本上呢 九成應該都不會騙人阿 那 還有一種 比較 也可以當作參考性質的 驗證方式 那就是看他這個遊戲角色 這個 他的等級高不高 呃 是不是 長期的遊戲玩家之類的 對不對 像你看 哇這個開拓者 284等 佔地1萬 哇 看起來就不會騙人 對吧 看起來他應該是一個很讚的實況主 而且不會騙他的觀眾 觀眾都很愛他 對 這種人呢 就不會騙人 對吧 這個看起來一點就不會騙人 現在就在詐騙 現在就在詐騙 是不是 不過我覺得是驗證 驗證是互相的阿 驗證是互相的阿 你不管買賣的話 人的話最好是做個驗證阿 我上電視了 殺小 OK吧 這樣子就交到你們這樣了 好啦 就交到你們這樣了 我已經把我被詐騙的經驗全部都交給你們了 同時也交了怎麼詐騙 哪有 我哪有詐騙 這個 我的這個 這個資料很明顯看起來就是 不會騙人的吧 ixon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